中共两会期间不断有官员对香港普选设限 又宣称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 引发数个香港的民间团体 星期天到中联办抗议 要求港人要有普选权 共产队无言言言 多有权公主 无需共产队批准 约30名社民联、寻觅四朝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成员 游戏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 他们不满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称 香港普选要复合实际情况 又说特首要爱国爱港 批评中共为普选设限 阻碍香港民主发展 要求公民直接提名 我们的普选权不是共产党给我们的 我们的普选权是我们应该有的 国家不是共产党的私产 普选不是共产党的私舍 其实他们这么招紧 这么不安的时候 就正正代表了公民提名 是民心所向 另外我说的三个权力 说的在话 刚才我们说完体力权 参选权力的投票 三个权力都是权一不可 倡议人士将示威物品 抛入中联办内 坐在现场焚烧张德江等人的相片 警员在现场戒备 新团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